鱼版怪到基德 骑在烧手上会飞上天的基德没见过吧 这次的基德主线人物全部集结 基德 白马 红子 蜘蛛 四位高手骑驻一堂会发生什么故事 可以说基德离危险最近的一次 一架四人飞机上 一个黄头发的男人正查看着基德预告内容 此人正是享誉国际的幻术大师 也是神秘组织的特险杀手 很明显这次又盯上了基德 此时另一边的基德已经成功逃脱 但奇怪的是 宝石竟然原封不动的摆在原地 这几次基德行动真的一反常态 此时一个像福尔摩斯的家伙站在身后 正是警示总监的儿子白马炭 他在现场找到了基德头发 正准备拿去做实验 死刑的目的不仅如此 多数国际罪犯蜘蛛 才是他回国的首要目的 在一个占卜屋内 红子又在问着魔镜 世上谁最美丽 但魔镜却告诉红子 世上的男人除了基德他都能拿下 紧接着魔镜又解释 不过这个男人立马就要消失了 预告基德会被一个男人逮捕 而逮捕他的人正是新来的转学生白马炭 另一边白马炭带着基德头发来实验室 详细地检测出来了基德各项指标 推出他的年龄是17到20岁 终生完全不幸 因为终生20岁就开始追捕基德 但其实那是基德老爸 为了找出基德身份 白马还是决定连夜再做几次实验 第二天白马来班上找到了快斗 邀请他参观这次基德预告行动 看着亲子这么兴趣高涨 那也就算是答应了请求 不过红子急忙阻止让他不要去 拉住快斗就往外面拽 因为红子知道快斗就是基德 就算是他对手也不愿让基德被捕 但快斗很果断地拒绝了他 怪到基德可是一个临危不惧的家伙 看着即将步入险境的快斗 红子还是下定决心去帮助他 时间很快来到预告当晚 这次的目标是世界上最大的粉色宝石 快亲两人也不约而同赶来 白马亲自过来接待 并说基德已经潜伏在了这里 快斗也猜到自己身份暴露 然后假装说要去上厕所 准备实施自己的计划 但一不注意 竟然被白马用手铐锁了起来 因为他昨晚做了N次数据对比 终于发现快斗和基德数据吻合 这次说什么都不会放他走 眼看就要到基德预告时间 但管内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在白马洋洋得意之时 管内竟然传来了诡异的笑声 基德从正上方突然降临 惊呆了管内所有人 拿到宝石的他又莫名拿出了哨子 急在上面还能悬浮在空中 和以往的基德完全不一样 不过无数手铐收过去还是锁住了他 快斗时破了他就是红子 决定破坏电源救他一命 混乱之中红子趁机逃脱 逃向空中之时 竟然被人从后面偷袭 一张巨大珠网招住了他 直接让他陷入了幻觉 这就是那个幻术大师的布局 就连红子也无法破解 红子的惨叫吸引到了基德注意 待他下来时红子已经陷入昏厥 没想到他突然将一根针刺向基德 原来红子早已被幻术控制 一个响指再次让他碎去 眼看行动就要成功 才发现基德竟然是个假人 吃惊之时传来了基德声音 无数个他出现在蜘蛛面前 嘲笑着他的无人 即使将所有假人击倒 也并没有发现基德真身 一招以假乱真 直接用卡片枪成功击倒蜘蛛 临走前蜘蛛告诉基德 他父亲已经死亡的真相 此时白马他也赶了过来 当基德面击穿了他著名幻术师的身份 实际上就是神秘组织雇佣杀手 见识不妙的蜘蛛直接放出烟雾弹 瞬间笼罩了两人 待烟雾散去后他已消失不见 最后红子将偷到的宝石缓解基德 然后坐着他的哨帚扬长而去 这次也算是成功营救了基德